好,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讲的是樱花的特点之一 我们只讲了它的特点之一 就是这种花团紧簇的样子 代表的是一种集团主义的 团结一致的一种文化 那么又滋生出来的一种叫做 持感文化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特点之二 它的特点之二 才是它的真正的文化上的含义 樱花的特点之二 是绚丽而短暂 非常的美好 开放的时候非常的漂亮 但是樱花的花期特别短 有多短呢 大家猜一下有多短 从开到落 没错,一百有七天的时间 一周的时间 从开到落就没了 所以这种绚丽而短暂 它正好和日本人对于生死的观念 是契合的 所以日本人认为生死需要怎么样 不求长久,但求辉煌 你的生命不需要太长 但是你的生命活得很绚丽 活得很精彩 当你的生命光彩不在的时候 当你的生命受到了耻辱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去死亡 所以日本人认为樱花最美的那一刻是哪一刻 是它凋落那一刻 在风中被凋落 那么这个人走在风中凋落 樱花飘落的一条街上 这个场景太凄美了 美而凄惨 这是日本人最追求的一种美的状态 美而凄惨 中国人追求的是团圆美 大圆满 两个人在一起了 但日本人追求的是一种残缺美 而这种樱花飘落时候的这种感伤 这种凄美 是日本人认为世界最美的一个状态 所以日本人认为人生最美的那一刻是什么 是死亡那一刻 这时候大家可能惊愕了 太变态了 当然你也可以说它是一种变态 但是呢 这就是一种文化 所以 对于生死观的这种不求长久 但求辉煌 对于审美的这一样一种 喜欢这样一种凄美飘落的场景 以及认为人生最美的那一刻是死亡 好 这样的一些特点 在樱花的身上 得到了一个完美的诠释 所以这就是日本人 把樱花作为国花 大家特别喜欢樱花的特点之二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就是樱花飘落的场景 确实很美 对吧 所以 我们从中国的文化意义上来讲 往往 这个 事情 这个事物存在的时候 你并不觉察到它的美 但是它 失去了以后 它不在的时候 你才越来越觉得它的好 所以 当樱花可能开变整个树枝的时候 你可能没有时间去仔细的去审美 去观察它 但当突然有一天 你会发现樱花的花瓣已经飘落了一地 那么这个时候你会突然发现太美好了 对吧 所以确实挺美的 这就是一个樱花飘落完以后的一个场景 好 所以呢 樱花的精神 实际上就是日本人的什么精神 没错 五十道的精神 五十道所追求的一种生命的观念 恰恰就是樱花所体现的一种 不求长久 但求辉煌 所以当一个武士 他的名誉受到了侮辱 他失败 他战败了以后 往往这个武士都要选择自杀 一会儿我们会讲到抛妇自杀 对吧 所以呢 我们说樱花的精神 其实就是武士道的精神 而武士道的精神 其实就是日本人的精神 所以到这个地方为止 我们可以说 讲到了今天的课程的实质 武士道的精神 就是日本人的真正的精神 好 为什么武士道成了日本人的精神 有同学会疑惑 武士这个阶层 我们讲历史的时候 也会再提到 那么日本人跟中国不一样 我们中国是什么 是义武上文 就是义至武 而崇尚文 但日本是什么 日本是上武 所以在古代的一些个 发展历程当中 我们逐渐是说 有文化 有知识 是吧 学而优则是 观本未思想 那么影响了我们中国社会 是什么 崇尚文 而不是特别崇尚武 但日本不是 日本从武士阶层登上了统治阶层以后 一直到近代明智维新之前 都是武士 武家的政权 也就是说我们说白了 就是军人执政 所以日本人这种 骨子里面的武士的情节 和整个社会的这种上武的精神 要比中国要深厚的多 所以我们可以 毫不晦记的说 说武士道的精神 其实就是日本人的精神 好 那么说到了武士道 我们大概来捋一下 这个武士道 究竟它是怎么发源的 它究竟是一种 什么样的一种精神 武士道发源于日本的平安时代 那么这个平安时代呢 就是794年到1992年期间 叫做平安时代 那么最原始的武士的发源呢 其实就是源于各地方都有一些 我们现在都知道大明 对吧 大家都知道守护大明 说白了就是大地主 日本各个地方都有一些著名的大地主 拥有自己的万贯良田 那么于是呢 这帮大地主为了守护自己的家产 为了守护自己的田地 甚至于要跟隔壁的大地主 进行地盘的争斗 所以他就要培养自己的武装力量 所以最早的这一批 在庄园里面充当打手的 或者是充当保安的这样的一批人 慢慢的就形成了地方的武装团体 最后就成为了武士这个阶层 所以呢 平安时代就开始有发源 那么在联舱时代得到了发展 因为联舱啊 我们知道日本的第一个幕府 叫联舱幕府的建立 其实就是真正的是武士阶层 来掌管国家的政权 所以在联舱时代 武士得到了发展 那么在江户时代 它最后稳固成为了 日本的全国的这样一个精神实质 就是这个武士道的精神 那么武士道的精神的发源呢 发源于日本的三个思想 发源于三个思想 不是日本的只有一个是日本的 第一个神道 日本人的神道思想 和第二个来自于印度的佛教思想 以及来自于我们中国的儒家思想 这三个思想体系 成为了支撑武士道精神的一个思想的根源 你会发现有同学说 哎呦 这个武士居然还有我们中国的事 没错 武士道的很多的一些思想的精髓 它就源于我们中国的儒家思想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首先什么叫神道啊 此神道非彼神道 有同学说你别神神道道的 那是中国的神道对吧 你不要走中国的神道 日本的神道什么呢 日本的一种固有的宗教的形式 所以我们说到日本的固有的宗教呢 我们在这里面不得不提一句 日本的宗教观其实是很乱的 日本人的信仰特别乱 他的宗教非常乱 好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可以举一个很好玩的事情 所以一个日本人啊 他在一生当中要经历哪些个 这个宗教的场所呢 他的不同的人生的阶段 他要在不同的宗教的场所 来进行一些宗教的仪式 比如说一个日本人出生要去神社 父母抱着去神社啊 去祈福 祈福去神社 平时尊崇的是儒家思想 结婚的时候在教堂 或神社 死亡的时候去寺庙 前两天有著名的影片 刚播完 什么 朝五晚九 和尚爱上我 对吧 哎你会发现那和什么 给人到处做法事 都是一些超度亡灵什么的 所以日本人死的时候 要请和尚来念经 要请和尚来做法事 所以一个日本人出生去神社 平时去神社 结婚去教堂 然后死了以后去寺庙 所以一个日本人 他的宗教观非常的混乱 所以我们中国 我们基本的一个常识说 各个宗教之间 他的体系是不一样的 你不能交叉的乱性 对吧 你不能去寺庙 然后说上帝保佑我 然后你不能去寺庙 带着十字架 说着阿门 然后回家以后 念着阴阳八卦 研究一经 太混乱了 我就见过这种大师 这大师一去他的家里 供着是这个佛像 然后身上穿的是道袍 问你的是阴阳八字 然后门口摆的是十字架 一看就是懵老百姓 对吧 这一看他的这个宗教 都是混乱的 所以我们说日本人 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穿着道袍 供着佛像 然后念着十字架 是吧 所以混乱的一种宗教观 而神道呢 在这种混乱的宗教观之下 神道是影响日本最广泛的一个宗教 好 什么叫神道 我们来看一下 神道的特点 自然崇拜 认为世间的一切都是由神创造的 自然的一切都有生命 君子的尊敬 实际上 神道就是一种对自然的崇拜 他认为自然是由神创造的 而且世间万物都是由生命 所以日本人敬佩和敬畏 世间万物 敬畏自然 啊 所以啊 日本人认为 世间的一切都有生命 你用过的笔都有生命 你穿过的衣服都有生命 你开的车都有生命 所以你要敬畏 爱护一切 所以日本人往往一个东西 他可以用很久很久 而不去扔 一个传统 他可以保留几千年 一个传家宝 他可以传几代人 一个房屋 他可以建一千年 依然不倒 我们现在还至今能够看到 在京都奈良 还可以看到 当年建真和尚建的那些寺庙 所以日本人认为 世间的万物都有生命 对自然的敬畏 它其实就是神道的根源 好 那么 以及日本人还有 神道特点还有什么 祖先 祖先崇拜 所以大家可能都看到过 很多日本人放个小佛刊 家里对吧 里面供着逝去的人 往往我们都不在家里面 去供这个这个 逝去的我们的祖先 但日本人就供在自己的家里 这就是一种祖先的崇拜 好 那么日本人认为 在现实世界当中 活着的神是谁啊 神是天皇 在日本的历史上 天皇是谁啊 天皇是神的儿子 是天道天照大神 诞生了神武天皇 神武天皇后来又诞生了 历代的天皇 所以日本人认为 天皇就是神的后生 后代 所以日本人对自然的崇拜 就是对神的崇拜 对神的崇拜 其实也是对天皇的崇拜 好 那么这就是神道的一些特点 在日本人啊 在日语 在日本去旅游的话 我们接下来也会讲系列的 日本旅游方面的课程 在日本旅游的话 你会发现啊 这种建筑 这叫什么 这叫鸟居 对吧 这叫鸟居 那么鸟居呢 就是日本的神社的一个 标志性的建筑 如果你看到了 有这样的一个形状的一个建筑 好 它的后面就是一个神社 而神社里面供的是谁呢 它往往供的 不是说什么菩萨啦 什么的 往往供的就是 要么就是天地 要么就是一个小牌位 要么就是当地的什么什么 土地爷什么的 所以供的都是一些自然的崇拜 所以神道的思想 使日本人影响最普遍的一个思想 那么啊 一个日本人在过年的时候啊 日本人的过年 就是一般 一般是日本人的什么 大年啊 不是我们大年初一啊 一月一号啊 一月一号 元旦 我们过元旦 他的元旦就是他的新年 那么在过年的时候 日本人一定要早上去 当地的这个神社去参拜 来祈求一年的健康顺利和平啊 就是这样 所以神道的思想 就是对天皇的一种崇拜 好 那么我们来再说 神道的思想之二啊 儒家思想 那么我们儒家思想 尊崇的是什么 仁义理智信 而这个仁义理智信 它直接成为了 日本武士的行为的准则的一个 最标准的一个范本 所以在连仓时代 武士阶层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那么连仓武士的行为的准则 有这样三点 第一点就是恪守主从之道 武士原来是干嘛的 是为了主人尽忠服务的 他是主人手下的 说白了就是主人手下的一个打手 一个保安 所以呢 第一点 武士一定要恪守主从之道 儒家思想 对吧 我们儒家思想是说什么 恪守君臣之道 你不能乱了 你是臣 你就是是臣 世代为臣 第二要鞠躬尽瘁 就是说该冲就要冲 该死就要死 你不要不要嘀咕 你要鞠躬尽瘁 你的生命就是主人赐给你的 所以主人随时说 要你去死 你就要义无反顾的就要去死 这叫鞠躬尽瘁 第三 主从精神一体 为臣之道 刻骨铭心 前两个说了 我要这个这个 要维护主人的尊严 我们要随时为主人做好牺牲的准备 第三点 你看到 第三点 他说了 说前两点 那个思想 主从之道的思想 要刻骨铭心 就是你时日刻铭 不能忘了 你天天要叫日误醒 我而三 三四而误醒 对吧 你天天要要琢磨这件事 是吧 可见 这就是一个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 所以我们可以把五十道 给它归纳为三点 就是服从 隶属和现身 服从隶属和现身 好 这是一个武士的一个图片 大家看到这姿势 有点要抛肤自杀那意思 是吧 没错 那么一个武士 标准的坐姿 当一个武士受到了侮辱的时候 我们刚才说了 他的文化实质是什么 他要解决自己的生命 他认为生命这一刻是很壮丽的 而且日本人的这个武士道 他的死亡的方式 非常的残酷 抛肤自杀 一会我们会讲 好 继续往下 我们来看一下 武士道的思想根源之三 佛教的思想也很大 因为我们儒家思想 虽然有人以理直信 但是我没让你去死 我没让你说 你没事 你就抛自杀 那么这个看淡生死 是哪来的呢 佛教啊 佛教啊 佛教认为 世事无常 看淡生死 对吧 世间万物 生死 这只是人的一个状态 死亡是新生的开始 新生是死亡的开始 啊 生生死死 死死生生 是吧 轮回啊 世事无常 佛教的观点 那么佛教净土中认为 叫做燕离汇土 星球净土 啊 燕离汇土 星球净土 所以啊 我们接下来会讲历史方面的课程 历史 日本有一个著名的武士 那著名的一个人物 最后统一了日本 在战国时代最后的胜利 统一了日本 那人是谁 没错 德川家康啊 德川家康 德川家康啊 那么啊 有同学听过我在这个啊 这个这个我们新东方在线 讲过专门的德川家康的这个课程 啊 我们在接下来的课程里面 可能也会安排 这个德川家康 他在出征的时候 这个军队打着那个牌号 就叫什么 星球净土 所以你看他把他作为军队出征的一个 一个一个名号 你可以想象这个佛家思想 对日本社会 以及对日本的武士阶层 产生了多么深厚的影响 好 参宗认为 生死由生死 什么意思 生死由生死 就是无需在意生死 无论生死都应竭尽全力 你是死也好 你也生也好 你只要认真的去竭尽全力就好 真正的生死 无所谓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佛教的思想 对日本的武士阶层 产生了最根本的影响 看淡生命 认为事实无常 生命死亡 只是生命的一部分 甚至于认为死亡是很美好的 日本有一个专门技术 日本武士行为的一本书 叫做夜隐 那么夜隐里面说了这一句话 叫做武士道 一个非常模板化的书 而夜隐里面就这么说的 说武士道就是死之道 向死而生 对吧 好 所以呢 这就是武士道的次项 那么说到这以后 大家觉得 哎呦 挺恐怖的 这日本人怎么天天死呢 这里面我做了一个备注 日本人并非完全的消极 他是一种 看淡生死的情况下 但是只要还活着 他都要去积极的 努力的去改变现实 而不是做吃灯死 这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一点是挺令我们尊敬的 所以大家都知道 日本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 火山地震 所以日本人在这种 多灾多难的 这个自然环境下 他并没有说做吃灯死 做吃灯死 这个盲目消极 看淡一切 不 他只要还活着 他即便意味着 说我们中辉会死 我们可能会马上就死 但是只要还活着 他都去努力的在生活 去努力的去改变现实 好 所以呢 这就是五世道思想之三 这种佛教对他的影响 好 那么于是呢 五世呢 有很多悲壮的行为 比如说 第一个行为 他既然看淡了生死 他既然看淡了自己的生死 他也依然不重视别人的生死 因为他对死亡看得就很轻 所以五世道有一个很不好的行为 就是他不尊重生命 所以曾经在日本的法律当中规定 只要是五世阶层 法律上规定啊 国家法律规定了 五世阶层 你可以随意的去杀死 对自己或对自己主人不尊的庶民 对方是老百姓 对方是一农民 对方是一个小买卖人 你是五世 你的阶级成分就要比他好 而且赋予你了至高无上的权利 如果他向你挑战 他不尊重你 你哭吃一刀给他砍死 不受法律的制约 你没罪 所以曾经由于这样的一个条款 使得日本有很多大量的平民的伤亡 无辜的平民的伤亡 曾经一度也制约了日本人口的增长 你想他随便杀你 而且都没有罪 所以你看现在很多说日本刀 日本刀 这就是日本刀 日本古代的时候 日本刀 试刀都是要用真人去试 真人砍 砍 然后看这个刀的效果 而且砍不同的部位 砍脖子 这个刀的效果如何 砍胳膊 这个刀的部位如何 砍腰怎么怎么样 特别残酷 所以曾经有一个 这个有一个小故事 说有一个武士 在大道上走 然后路边一乞丐提醒他 说你这个 说这个脖子上有一跳蚤 脖子上你摘一跳蚤 你赶紧给它拿下来 就相当于我们同事 比如说你脑袋上落个苍蝇 我提醒你 你脑袋上落个苍蝇 咱别说苍蝇了吧 不合适 蚊子 对吧 你脸上有个蚊子 然后提醒 什么 一打 对吧 很正常 很正常 那启干提醒你武士 你这脖子后面有一跳蚤 武士怒了 为什么呢 他认为跳蚤是生活在动物身上的 那么你说我的身上有一个跳蚤 这无异于向我挑战 说明我是一动物 你骂我 你说我是个动物 于是八刀 哭吃一刀 把这乞丐给砍死了 这是日本一个小故事 这是存在的日本古代一个小故事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武士对生命非常的不尊重 那么以及非常悲壮的一个行为 切腹 日本武士拿着刀 干嘛 切腹自杀 大家都知道 他的死亡的方式不是说上吊 不是说跳河 切腹 大家知道怎么切吗 切腹不是说拿刀哭吃一可 啊我完了 不是的 切腹是一种文化 它有很很多流程 比如说啊 你要把你的衣服脱下来啊 然后呢 放在你的前面 然后呢 把刀拔出来 日本的切腹 有很多种方法啊 我在这就不真人演示了啊 那么啊 这个就太残酷了啊 总之呢 他有几种切法 比如说有一种叫十字切 切过去以后往左拉 然后再往下一拉 然后再往上 哎 画一个十字 这叫十字切 多残酷啊 多疼啊 啊 所以往往非常啊 我们说非常忠贞的一些武士 为了表示自己的忠诚 都选择这种方式 切腹自杀 而且往往最后一步 要有一个自己的啊 亲信的人 在边上用自己的刀 把自己的头砍下来 完成一个整个的切腹自杀 到死亡的过程 所以呢 这就是切腹啊 我们就不讲了啊 所以呢 下边呢 展示了两个武士刀 那么这个武士刀呢 其实就是对日本文化非常好的一个诠释 也就是说 外表 它有非常华丽 美好 而精致的雕士 啊 你会发现 上面有非常美好的图案 啊 非常精致 非常的漂亮 但是 当你把这个刀拔出来的时候 里面却隐藏着非常寒冷的剑翘 啊 非常寒冷的刀锋 所以 我们可以用这个武士刀 来形容这个日本人这个民族外表无比的光鲜美丽 但是他的内心却让人让你毛骨悚然散发着一种寒气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英华一五十道精神 给日本人究竟带来了什么呢 首先 在日本的明智卫心之后啊 日本开始了向对外扩张和侵略的步伐 所以在日本的近代 五十道精神被日本的军部所借用 发动了残酷的战争啊 这是一种令我们非常遗憾的情况 好 那么日本战败以后 日本人又把这种武士的精神 做事情一丝不苟的精神 用在了工作上 培养了日本的人的这种匠人的精神 那么 以至于创造了日本战后的短期之内的经济的复苏 以及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本经济的奇迹 啊 就是日本这种精神所创造 以及日本人还有很多 比如说 日本的自杀率非常高 他是日本是一个自杀率非常高的民族 在日本啊 日本的自杀率应该是排在世界的前五位 不是第一位 但是是前几位啊 第一位貌似是非洲的某个国家啊 那么这个自杀的原因我们就不得知 所以日本人有很多的自杀的方式 比如说有一种叫做心中 心中什么 心中的 原来就是这个字 中知道吧 所以 他是由武士发明的一种对主人的忠诚 这种死法叫做心中 那么久而久之呢 现在用这个心中来形容 日本男女 日本青年男女的殉情 叫心中 同时 英华与武士道的精神 还培养了日本人这种 物哀悠玄的深的意识 以及喜爱悲剧色彩的文学形式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首先 英华与武士道啊 与军国主义 那么所以呢 武士道的精神 我们刚才说 就是说忠于天皇 对吧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 一些抗日战争影片里面所描述的 这个日本人这个军队 是吧 为了天皇而效忠 这个武士道的精神 好 那么 这就是日本东京的一个 著名的旅游景点 日本叫做皇居外的广场 皇居就是日本的天皇居住的地方 那么这是他们外面的广场 所以呢 这个广场实际上 它是一个杯状的 意义色彩的一个广场 那么在1945年 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消息 的时候 那么有几万人在这个广场上 泡妇自杀 当时血染红了整个的广场 所以呢 每当啊 我现在走在这个广场上的时候 啊 不寒而栗 对吧 这种感觉 想到了曾经这个地方 是很多人在这自杀 所以呢 它是一个充满了悲情的 这样的一个不祥之地 是吧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去的时候 要捣鼓捣鼓 是吧 好 那么 这是日本天皇外 啊 广场的这个雕像啊 就是在刚才的那个广场的 边上有一个雕像 那么这个雕像呢 被誉为日本的军神啊 日本的战神 军神叫做南木正成 那么这个人呢 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 为了保护天皇 而献出了自己生命的 这样一个人啊 绝对就忠诚于天皇 绝对的武士的代表啊 好 那么 以及我们刚才说了 日本的近代啊 在战后 日本人把这种精神 用在了啊 他的这种 匠人的这个这个 精神的这个里面 然后呢 做出了很多的 举世瞩目的成绩 比如说啊 这个啊 所谓的啊 这个疯狂的工作啊 他其实就是日本人 这种精神 对吧 以及日本的匠人的精神啊 其实就是一种武士道的精神 在战后和平时期的 一个演变 好 那么这个老头 大家都认识吧 绝对的日本匠人精神的 一个代表啊 叫做小乙二郎 那么是日本人的 叫做寿司之神 他一生当中啊 超过50年的时间 都在做寿司 每天早晨啊 都八九十岁了啊 还要每天早晨 亲自到这个市场 去选择食材 那么跟他去学徒 前十年的时间 只要学 只能够学一些 简单的如何跌毛巾 啊 如何这个煎鸡蛋 所以呢 哎 绝对的啊 这个这个 把一个工艺啊 传统的工艺 做到了巅峰 做到了登峰造极 那么在日本啊 这个日本首相会见 奥巴马的时候 奥巴马访问日本 那当时呢 就请他到这个 小野二郎的这个饭店里 来吃饭啊 那么这个饭店 我们能不能去吃呢 可以去吃 但是至少要提前 两个月去预约 而且你还都不一定能约上 一般都提前半年去预约 而且啊 每天晚上他只限几个座位啊 不同的座位 十几个座位 然后呢 约上以后啊 每天晚上有一个最低的消费啊 所以呢 哎 这个就是啊 小野二郎的这个寿司店啊 在东京啊 如果你要去的话 你可以去吃吃 好 那么这个自杀率高 我们刚才也说过了啊 源于这种樱花 用五十道的情节啊 因为日本人认为樱花是 画期短暂 最美的一刻是 凋落的那一刻 人生怎么样 无须看重 因为人生最美的一刻是死亡 所以日本的自杀率 是排在世界的前三位 那么日本人现在 男女殉情 叫做新鞠 叫做新中 它源自于江湖时代的进松门 左卫门 将这个中字拆开 那么原指男女间的 这种确认爱情的关系 后来演变为为爱情而殉情 所以呢 一会儿我们也会提到啊 日本的文学里面 也有这种场景啊 描写心中的 渡边纯一的施乐园 最后男女主角啊 殉情了 暴在了一起 对吧 在宾馆里面自杀了 好 那么这就是一个 樱花飘落的街道 是吧 仍然是充满了凄美 好 那么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啊 樱花于五十道的情节 也培养了日本人的 物哀的气质 什么叫物哀啊 就是感慨 世间万物的变化 啊 感叹事事无常的 这样一种 带有忧伤的气质 这就叫做物哀 所以樱花的短暂 与生命的 无常啊 不是无常啊 无常相似 那么就造就了日本人的 物哀的气质 物哀就是对所见所闻的事物 发自内心的感叹 是一种带有 优美 纤细 沉静 而伤感的理念 这就叫做物哀 所以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中国文学当中 也有这种物哀的情节 林黛玉 黛玉藏花 花落了 哎呀 他非常的悲哀 把花给藏了 藏花 对吧 所以呢 这种物哀 在日本文化当中 更有非常淋漓尽致的体现 在日语当中 日本有一个著名的著作 叫做原事物语 它是这么写的 有一段话 叫做 作为女性 持身之难 苦难之多 世间无出其诱 若对于悲哀之情 欢乐之趣 一概莫不关心 只管韬惠沉默 安能享受世间荣华之乐 慰藉人生无常之苦呢 大家已经懵了 什么意思啊 这句话我解释一下 说白了就是 作为一个女性 你要懂得物哀的这种气质 你要懂得根据世事无常 然后去感觉世间外物的变化 并且去体位之中的那种感受 如果你连这样一种感受都没有了 如果你对世间外物的变化都莫无关心 那么你人生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要物哀 你要感慨世间外物 否则人生没有意思了 所以你看 原始物语 它实际上体现的就是一种物哀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往往我们都介绍日本的时候 给很多日本的图片 那么这些图片呢 都无形当中给你带来一种内心的沉静 内心的沉寂 甚至于带来一丝的伤感 当你看到一片枫叶的时候 在日本的秋天 蓝色的天空 远处是富士山 非常的美好 让你的心沉浸下来的那一刻 那么实际上 它预示着这一个美好的场景 即将逝去 那么迎来的可能就是一个寒冬 那么日本人感慨世间万物的变化 就是这样一种物哀的气质 好 日本人还有一种审美的理念 叫做 幽玄 如樱花般的世界 是自然界植物的生命的短暂的 无偿观 无偿的观念 不是无偿观 无偿观 无偿的观念 造就了日本人的 幽玄的审美意识 什么叫幽玄 从日本人的茶道里面 我们就可以感受到 这种幽玄的审美意识 能够从一朵花 一片茶叶 一个小的器皿当中 挖掘出美 在一个极小的朴素的空间之内 在所限定的时间之内 能够感受到 无限的丰富的内心之美 体现的就是茶道的一七一会的精神 那么这个整个在狭小的空间之内 去体会着这种茶道的变化 那么实际上也就体会着 这样一个世间的一个变化 一个小小世界里面的变化 那么正所谓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就是一种优玄的审美意识 那么以及日本人还喜欢花道 插花 这个插花更是 把自然界的花给它剪下来 插到一个花瓶里面 然后插的这个样式 这个搭配 非常的美 然后让大家去欣赏 它实际上体现的就是 我们人与花的这种 自然界的代表的这样一种 一七一会的美 非常短暂的相会 一生当中我们只能遇到一次 那么你要在短暂的相会 这种一七一会的 短暂的时间相处里面 你要静静的去体会 去把握 去感伤 去感慨 去欣赏它的美 这就叫做一种 优玄的审美意识 所以 我们会发现 日本人的 经常愿意弄一些 非常小的一些个物件 茶道啊 小茶杯啊 弄得特别精致 小而精致 日本人还有盆栽 对吧 把这个盆栽弄得特别的精致 那么这就体现了日本人对这种 世界万物都是有生命的 一个小小的茶叶的变化 它也是一种生命观念的一种变化 它也是一种自然界变化的一种体现 这就叫做一种优玄的审美意识 好 这种审美意识 对于文学的影响也非常的深刻 我们刚才说了 说日本人的文学里面 经常愿意追求一些悲剧色彩的结局 而我们 当然我们现在 也挺愿意追求这种悲剧的色彩的结局 但是我们中国人骨子里面 还是向往什么 圆满团圆 即便是 我们说那个 梁山伯与朱英台死了 但是死了以后 我们的文学色彩是什么 没有说死了就完了 而是说变成了蝴蝶 还在一起 你看变成了蝴蝶 但是它还在 还要在一起 对吧 但日本人这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具体两个 两个名著 第一个就是施乐园 我们刚才说过的 描写的就是男女的殉情 两个人在宾馆里面 最后当别人发现他们的时候 发现他们两个紧紧的抱在了一起 非常的难以分开 两个人已经死了 子时部的原始物语 他强调的其实就是一件事情 就是世事无常 刚才我们说了 世间短暂 事事无常 你要很好地赶上这种事实的变化 对吧 所以子时部的原始物语 实际上它体现的就是一种事实无常 所以在文学色彩里面 有很多的英华与五十道的一种体现 好 那么我们最后总结一下 通过英华与五十道的讲解 我们觉得日本民族有这样几个特征 外柔内刚的民族 外表给人以美好谦和 但是内面里面呢 却有着非常令你心惊胆战的 迸发出寒气的刚强的一面 它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它有非常现代化的一些事物 但是它的传统的很多的精神 很多的一些习惯 依然在现代化的社会里面保存着 比如说日本人现在可以在大街上 穿着和服去走 因为这是他们传统的服饰 他们不觉得奇怪 它仍然是一个非常神秘莫测的 莫测的民族 因为它往往把很多的思想藏得很深 所以你没有办法去把握它 你也不知道 现在的这样一个风平浪静的日本 究竟在下一秒会突然间做出些什么 所以它就像一个英华一样 纯美冷艳又令人感伤与无奈 所以我们最后用这样一个 日本的一个歌舞技演员 不是歌舞技 日本的一个艺技的脸来诠释日本 所以它再一看 给人以非常美好柔美的一个外表 但是你仔细一看 你会发现它的双眼 无尽的深邃 体现的是它的思想的无尽的深邃 所以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柔美的外表之内 究竟它在想着什么 它在思考些什么 我们不得而知 那么我想这也就是日本的特点 好 那么最后呢 我们来欣赏一首歌曲 中刀美加的 这首歌曲叫做 Sakura Yuro Ma Ukoro 跟樱花有关的 那么大家现在音乐响起来了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歌曲 跟樱花有关的 你会发现 这个歌曲是对樱花非常好的一个 在乐曲上的一个呈现 总是带有一些感伤 但是节奏又特别的让你沉静 再一听这个节奏特别的美 但是在美的之余 不是一种欢快的美 而是一种稀美 所以这就是樱花 这就是日本 那么它的歌词也非常的美好 你看都是当樱花飞舞的时候 我独自压抑着心中的激情 茫然的站在那里 什么樱花发萌 什么发萌的时候 对吧 萌发的时候 不是发萌的时候 萌发的时候 浮动出记忆的泡沫 完全离去 不再清晰 所以你看 凡是跟樱花有关的 这个文学作品 这些艺术 都带有一些凄凉 都带有一些凄凉 好 那么最后呢 我们就有这样的一首歌曲 来结束我们今天的 樱花与五十道的讲解 好 那么欢迎大家的收听 欢迎大家来扫我的 两个私人的微信 那么我们在下一期的 日本的文化历史和旅游的课程当中 再次见面 好 我们今天的课程呢 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大家的收听 我们再见